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他的罪恶滔天 他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他怎样带人 也要怎样带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的报应他 用他调酒的杯 加倍的调给他喝 十六节 哀哉 哀哉 这大臣啊 素肠穿着细麻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子 宝石和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这么大的附后就归于无有了 我为今天的经文所领受的主题是 要从纳成出来 接下来我们用问题询问法来看今天的章节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就是我的名啊 你们要从纳成出来 有什么应许 就是免得和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若不从纳成出来 就会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就是他怎样带人 也要怎样带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的报应他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警示 对上帝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就是所有的不义 神是会想起来的 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第十八章 在此我们看到了巴比伦大神的悲惨结局 可说是应验了一句古焰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不义的事情做多了 必然会自取灭亡 在昨天的灵修进度中 我们已经读过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者羔羊的 就是蒙照 备选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同者羔羊的 也必得胜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 所以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要选对边站 今天在第十八章的内容里 继续强调的是站在另一边的下场 在本章一开头 天使就宣告说 巴比伦大臣倾倒了 倾倒了 所谓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 不管是实际上已经灭亡的巴比伦 还是乔美伦老师在《导读本》里面所说的 约翰隐喻的是罗马帝国 我认为这都是一种异象的表示 其实不论是真正的诚实 或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坚固银垒 都算是某种程度的巴比伦大臣 在约翰的叙述中 因为列国都被他 携淫大陆的酒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在在都结识出隐藏在其中的 不正常不洁净的关系 而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恶行 也因此巴比伦大臣倾倒了 哀哉 这大臣束长穿着细麻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子 宝石和珍珠为装饰 想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后 就归于无有了 正所谓眼看他起珠楼 眼看他宴客 眼看他楼塌了 但好加在的是 神的恩典在此时此刻再次的彰显了 因为我们可以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名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受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 诸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感谢赞美主 昨天听过圣经加油站 而还没有选对边的朋友 可要赶快加紧脚步 从自己的巴比伦大臣走出来 首约使慈爱的神是宽容我们 因他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是我们也知道 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也知道是谁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你知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 你说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主赐给孩子忧伤痛悔的心 能够彻底认罪悔改 使我们能够守洁心轻的 来寻求你的面 好叫孩子们的祷告 能够达到你的面前 主啊恳求你 为孩子们造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让我们没有任何一人沉沦 在更多的警醒和祷告中 迎接主再来的日子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不吝点赞美主